中国大陆增强对印太地区武力威胁 根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的报道 美国准备批准向印太地区提供将近2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资金 其中台湾将会获得12亿美元是最大的受惠者 而在汉关演戏期间 中国大陆也持续共击扰台 接回甚至有一架无人机绕了台湾一整拳 空中突击队利用查打一体无人机进行侦查和精准居杀 中国跟辽国联合演习强化军事交流 并且聚焦在无人化装备 近来查打一体的无人机成为绕台的新武器 汉关演习第一天都安排无人机四面绕行台湾一圈 罕见出现不留空隙的状况 从轨迹图来看就像把台湾封锁包围一样 希望去传达的是 它具有一种所谓的查打一体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效果 所以它其实如果绕台湾这样子一圈的话 是不是也代表说它的这个飞弹 或者是火箭导引火箭 可以做到一个转确的一个攻击 国军严密监控跟硬处 只是对要用无人机进行灰色地带的侵扰 增加台湾兵力的应对负荷 其背后目的也不单纯 来去做到一个对它的对部的一个宣誓 宣誓说即使台湾这边在进行汉关演习 但是它依然可以全程掌握 甚至是可以去做到全程的打击 中国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各国紧盯一举一动 为了因应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军事影响令 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披露 美国正处于批准向印太地区提供近20亿美元 安全援助的最后阶段 其中台湾将获得12亿美元的军援 是最大受贿者 也凸显美国强化台湾防卫能力的决心 对台湾的援助将用于豪猪防御战略 强化军事训练跟提升海上作战能力 他所呈现的是台美之间在安全意识上的一些合作 或者是共识的提升 显然这个都是要带动全球在对于台海情势上的看重 美国积极拉拢盟友构筑坚实防线 也防堵中国武力扩张 记者圈圈打台北报道